台北市是一個很幸福的城市 離國家公園30分鐘車程 大概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大城市 離國家公園這麼近 我希望你住在室內的空間 但是你的視覺延伸是連到神明的 那基本來講大家都很興奮 能夠在這樣的環境泡澡 當然少部分非常保守的人 他連上帝看他洗澡 他都可能會害羞的 我的環境我不噴藥 所以我們山上會有很多昆蟲 那上次有個小朋友很好笑 泡澡泡到一半千塊跳到水池裡面來 那他也不理他跟他泡 那我蒐集很多台灣檜木 他也成長的速度很慢 樹的直徑一公尺要一千年 我就把我自己蒐集的台灣檜木 用在我這裡 我在學校的背景是 學化學工程的 所以我也知道食品加工得不好 我們用科學去做菜 其實我還是堅持沒有用養殖的魚 因為養殖的魚有抗生素的使用 各方面 我就吃天然海魚 雖然它比較貴 它功能不穩定 因為你口袋有錢 不代表漁夫有抓到魚 所以他沒抓到好的魚 客人要點魚排 點生魚片沒有 那我不會因為我沒有 我就去買養殖的來墊底 我們一年365天都在吃東西 你不可能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吃一樣的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我今天有什麼香料 我的菜單烹飪方式可以去調整 像我的烤牛肉 我一年四季用的香料不一樣 這個季節賞什麼香料 我就配一個配方去做這個牛排 我除了研發菜之外 我又要自己研發自己的甜點跟巧克力 乳化劑 任何清化植物油添加 我們都沒有 譬如說 我會用陽明山的薑 跟自己做的黑糖 去做一個松露巧克力叫山漿黑糖 所以我自己說 大概全世界最悲情的廚師大概我 什麼都要做 台灣人有時候很奇怪就是說 他吃食物他就比最便宜的 OK好出問題了 買一下就買最貴的 是平常你的食物就要吃得健康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人了一生 不用一直在追逐你賺多少錢 要不然我們現在搞了一年 營業額可能還不到以前一個月賺的錢 可是你身體變健康了 步調都正常了 這個是最大的收益 是誰 Samantha 你 我 mid